等了两个星期,行政院发言人一职将内定是由前立委郑立文接任 而郑立文在今年年初立委选举落败,一再的是传出将被延览入阁 就在9月之后,现在接任政院发言人的消息传出 而如果郑立文确定接任,也将成为马英九政府继施亚平之后第二位的女性官方发言人 等了两个星期,政院发言人的悬缺确定由郑立文接任 大概快两个礼拜前接到院长的通知 那我们大概是十天前的时候见面跟院长聊这件事 郑立文证实十天前院长陈冲曾征询过他的意见 郑立文也愿意接下重担 在这样子的一个辛苦跟艰难的时刻 有这样的一个机会,可以让我帮台湾做事情 可以贡献我一点力量 我自己觉得很有使命感,也感到深感荣幸 43岁的郑立文在民进党时期担任过青年部副主任和国大党团副总招 而后国民党时期则先后接掌文传会副主委兼发言人 最后获得马英九赏试担任文传会主委 不过今年年初角逐区域立委在台中落败 我跟院长特别的报告 我希望第一时间跟乡亲报告这件事情 其实我不想让他们在报纸上面看到 马英九上任后,新闻局发言人由石雅萍接任 随后内阁改组石雅萍在交接给苏俊斌 接着由蒋启成接任 不过因为立委选举考量改为杨永明接掌新闻局 马英九第二任任期开始 新闻局习登号改为政院发言人制度 吴宥伟接掌后因为失声练辞官 郑立伟接任后将成为马英九任期内 第二位女性官方的发言人 中天新闻台北台中综合报道